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护港开始通 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开始焦点 内地检析后 首日对港股的刺激有限 横止仍然受制于20天线 美股隔晚下跌 预期今日港股偏软机会较大 在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ADR较本港收市比较 造价个别发展 ADR港股比例指数收报27,639点 较本港周一收市第79点或0.3% 横止昨日高开259点 已见了全日高位27,837点 无法突破20天线 收报27,718点 升140点或0.5% 成交缩减至1309亿元 留意横止10天线正向下发展 短期内或与下方的20天线汇聚 跌穿则形成死亡的交叉 而立弹有关形态 而矽价股的炒热 上周五股价一度飙升至102元的恩达集团 股价昨日在报酬48%至9.1元 巨幅的波动惹关注 另外个别的公司称高位配股集资 最新有汉传媒 中建制地 以及微华达 留意有关股份 今日股价的表现或者较为波动 再来关注一下焦点股份 滴达国际 今日首日挂牌 昨日按盘价收报为1.1元 较招股价0.68元 升61.8% 今日势必热闹 滴达公开发售部分录得838.1倍的超额认购 暂为今年的新股超购王 那么今天的大盘走势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连线药材证券中国区业务部发展经理黄渊女士 来为我们做出具体的分析 哈喽 Yumi 你好 你好 陈姐 那国务院上周四是发文要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 那昨天呢 克网板块是迎来了一个声势的浪潮 而且明天啊 腾讯也将会公布第一季度的这样一个有关业绩 相信呢 是会历称大势的 那Yumi 你怎么看接下来港股的走势呢 是的 明天就是腾讯也会公布这个业绩 那么包括港交所呢 在州内也会公布第一季的这个业绩 所以呢 这两只指数的一个标的股啊 能不能符合市场预期 也是影响大盘的一个关键因素 那么 延续这个跌后反弹的走势 昨天内地人行呢 也是宣布减期 也是刺激上涨的一个因素 那么目前呢 横指是走了一波两年涨 占回到了27600点以上 仍然是处于一个反弹的势头 但是呢 大盘的弹力有多深 还是需要进一步来观察验证 因为呢 也要配合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动能 所以呢 大盘能不能再继续高 就是领涨呢 还是现在目前还在观察之中 那人行是宣布减期呢 是立好了内房股以及内营股啊 那昨天呢 这两个板块的表现啊 都是比较的出色 立好了A股的这样一个发展气氛 那昨天A股发展就比较出色呢 玉米 你认为今天A股还会持续这样的造好吗 A股经过上周五以及昨天的一个上升之后呢 技术面上面已经是暂时摆脱了一个寻找低位的一个形态 但是呢 交投是属于一般 那么动力方面呢 也是不足以有这个破顶而上的 所以较大可能性呢 是一个盘整整固 也就是说上升指数暂时会反复在4月28号的高位 4572点至5月8号的低位4099点之间 那么比较重要的支持位呢 仍然是在4月16号的低位4031点 只要这个点位就是不失的话呢 整个上升的一个技术面还是属于一浪高负一浪的形态 谢谢纯子 好 谢谢Yumi给我们做出的分析 也希望Yumi的分析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截至到目前为止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3毛 中国移动跌8毛 建设银行跌7分 工商银行跌7分 中国银行跌9分 港交所跌1块 中国人寿跌5毛5 友邦保险涨4毛4 腾讯控股涨9毛 金沙中国跌3毛 长江实业跌2毛 新红级地产涨1毛 九龙舱跌6毛 中国海外跌9毛 华润质地5涨幅 中海油跌1毛6 中石油跌1毛1 中石化跌1毛7 昆仑能源涨7分 中国神化跌1毛4 关注完了股市方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旧金山联储银行行长 威廉斯日前就表示 联储局不应该暗示何时是加息的确切时间 因为经济状况会随时转变 今年与联储局货币政策取向上有投票权的 威廉斯就表示 未来每次议息会议都有可能加息 而是否启动加息则取决于经济数据表现 对于加息时间不明朗 可能为金融市场造成更大的波动 威廉斯就表示正常的经济之下 金融市场应该有所波动 金融市场因为消化了经济数据 对未来货币政策取向 做出预测是健康的表现 另外威廉斯表示 美国第一季的经济疲弱 对他来说是一个大反常 预料美国经济第二季将会反弹 而上月就月数据是一个好的见证 预料今年底美国失业率有机会跌穿5% 或者是更低的水平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就表示 内地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 虽然国内外的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 但只要经济基本面 以及地缘政治环境未有重大变化 预计今年的国际收支 仍然会出现经常项目的顺差 资金及金融向下的跨境资金双向波动 而外管局年报就提到 今年跨境资金流动或会加剧 但相信国际收支差额仍然会维持规模适度 总体可控 内地经济仍然会保持7%上下的中高速增速 经济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而支持人民币汇率及国际收支运行 维持基本稳定 外管局就提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随着全国改革措施落实以及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 对外资仍然有较强的吸引力 估计今年中国仍然会持续的吸收外资 花旗集团日前提交的一份监管文件就表示 集团可能就美国司法部对一宗反垄断的指控进行认罪 作为与司法部就银行交易员操控外汇达成和解的一部分 花旗集团在文件当中就指出 正在与司法部就解决外汇交易指控问题 进行积极的讨论 外电早前就报道 花旗集团巴克莱摩根大通以及苏格兰皇家银行 或对反垄断刑事指控认罪 以换取与司法部的和解 有关监管文件就显示 今次是花旗集团首次承认可能的认罪 香港上海大酒店首计香港酒店出租率就有下跌 香港上海大酒店的行政总裁郭靖文就表示 短期而言对行业的前景感到悲观 也难以预测入住率以及房租的有关走势 至于行业的长远前景 他则认为存在不确定性 集团香港酒店首计的出租率 由去年第四季的79%降至75% 按年则跌了3个百分点 其他亚洲地区出租率按计持平 而欧美地区酒店出租率表现最差 期内香港酒店平均房租约为5100元 按年持平按计跌6个百分点 而其他地区酒店的平均房租按计全部下跌 但按年则有微微的上升 莎莎日前就表示 无一劳动节的三天假期 港澳的零售销售升了7个百分点 同店销售也升了约8个百分点 但四月至今的港澳零售销售仍然是跌约5个百分点 同店销售也跌约4% 主要受上月零售势道疲弱 假期前后人流明显较弱的影响 当中内地客的交易综数增长7% 美宗交易平均额则跌15% 持续影响整体的销售增长 集团指出 四月至今整体消费气氛 以及内地防港旅客人数 仍然受到不同因素的冲击 而未见明显的改善 至于上级港澳零售销售按年跌2.4% 主要是本港零售市场消费气氛持续较弱 加上港元对多种货币明显升值 削弱了香港对内地旅客的吸引力 对本地的消费抑郁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护港开始通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